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搭变的反差蒙西批 让剧情无时无刻都充满了笑点 讲述了东昊国太后 为了拉拢当朝府相威国公 于是将其女刘金凤赐还给了年轻的皇帝段云章做皇后 因段云章尚未执政 故对位高权重的威国公颇有戒心 一直将刘金凤视为威国公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而对其躲闪不及 却不想这个刘金凤不仅外表憨憨 个性还十分欢托 并不懂宫规 经常在宫中闹得鸡飞狗跳 于是段云章借其将其打入冷宫 没想到刘金凤被打入冷宫后 不但没有伤心难过 竟还大刀阔斧地对冷宫进行改造 搞起了肉串生意 乐观开朗的刘金凤让段云章不禁被其吸引 那么这对反差蒙地后CP又会有着怎样的斗气日常呢 我叫刘金凤 定档6月24日首播 记得订阅我们哟